來看星期四的吳敦義新內閣的人士 會是哪些人 不過我們剛才看到爆派的這些名單 到目前為止 只有這個內政部次長林忠森 確定會升任行政院的秘書長 這個人事案是確定的 另外今天媒體上面有一份 縣市長施政滿意度的民調 這個所謂民調第一名的 又是新竹市的市長林鄭哲 再度的蟬聯 這個是另外一家雜誌 那為什麼不是林鄭哲組閣呢 或是林鄭哲幹行政院副院長呢 這不莫名其妙嗎 可以幹這家雜誌社的董事長 好沒有這個新竹市的市長林鄭哲 民調又是第一名 那其他排名比較重大的變化 我們看到新出爐的政壇明星朱立倫 行政院的副院長 他的民調滿意度 卻從去年的第二名調到第十二名 就是在朱立倫確定要接任副格魁之後 這個民調倒是給他一點點打擊 就是他的民調有大幅度的滑落 另外第二名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高雄市的市長陳菊 去年他是十一名 所以他們基本上有一個南北對調的狀況 高雄的市政滿意度大幅的增加 就是變成第二名 那第三名是苗栗的劉振宏 第四名呢是高雄的楊秋新 第五名是台中的胡志強 那我們可以看到幅度變化比較大的是 這個南部縣市的 包括高雄市的陳菊 跟高雄縣的楊秋新 本來大概是在比較後面 現在到比較前段搬來 那朱立倫本來在滿前面的現在掉到第十二名 那當然是作為參考的資料 只是說這個民調滿意度在昨天 新的副格魁人選宣布之後公佈 好像對朱立倫來講是一個小小的打擊 東豪 因為不曉得朱立倫為什麼會這樣子掉那麼多 因為朱立倫其實我覺得他滿擅長包裝的 因為他做那個後持服那種專輯 然後在電視上播放 其實如果你從那個地方去看朱立倫的話 那覺得他真的市政縣的做得不錯 不過就我的了解 其實在桃園縣的朱立倫 他跟馬英九一個地方也是很相似的部分 就是說朱立倫對於有利益的問題 他也是採取這個不沾鍋 那所以在地方上 他小的建設多 可是大的建設是不清楚的 所以朱立倫後來在第二任縣長任內 推那個航空城的事情 就對他極度重要 因為他沒有大的建設 那這一點來講 就是說從新的內閣來講 吳敦義也好 朱立倫講 他們在某些地方 在這個地方是有點相似度的 就是說高雄市的吳敦義 也是一樣缺乏大建設 桃園縣的朱立倫也是缺乏大建設 所以我不曉得他們組閣之後 作為一個國家行政機器的領導者的時候 他要怎麼去推動他的這個狀況 但是我想講一下陳菊 就是這個 高雄市然後第二名 我覺得他不要太高興 因為他是享受過去的人的辟印 這是從 這是從謝長平 陳其邁 葉菊蘭 一路下來累積下來的東西 陳菊在高雄市相對來講 你除了繼承前人留下來的政治資產之外 在高雄市這一塊 你在高雄市有什麼大的改變沒有 其實這一塊相對也是不清楚的 只是一個市運會 把所有的最後的這些資產 累積在那天一次爆發 那陳菊未來能不能繼續 維持這樣的聲望 還要再看 我是覺得有點懷疑 不過這個滿意度能夠反映年底的 縣市長選舉的現金 這個調查時間是在7月12到8月9號 很多事都還沒發生 市運是7月16 所以市運的因素不在這裡面 有啊 7月12到8月9號 就剛剛結束的時候 就是市運期間 所以陳菊有這麼高 陳菊最熱的時候 所以陳菊這樣啦 那有人依此研判說 陳菊選2012什麼的 我是鼓勵陳菊去選 看看要輸幾票 因為謝郎婷輸200多萬票 看陳菊要輸幾票 這個林鎮哲又第一名 所以我為什麼去講這個說什麼 施政滿意度啦 無星期 我不是要潑他們冷水 就是說那個參考的價值在哪裡 譬如說我住花蓮 因為我們花蓮幾名 22名啊 22名 可是去年是12名啊 是啊 花蓮的那個先天的環境 交通等等喔 你說能多滿意啦 他現在就太分期了 要買火車票又買不到 他入閣後再幾班而已 不會有人滿意的 會滿意我也覺得很奇怪啦 所以我特別講林鎮哲說 看看官場的現行記就是說 他上個禮拜這麼急 手機貼笨是沒有用的 他都已經把說 這個我跟馬總統出國什麼的 結果你看我們剛剛點邊點 他最好是什麼 內政部長 內政部長 還是猜他是內政部長啊 對 那如果以 林鎮哲的學經歷跟這個 這個朱立倫來比的話 為什麼是朱立倫接副院長 而不是林鎮哲接副院長 朱立倫第幾名 對不對 林鎮哲第一名 而且如果我沒記錯 連續很多年都第一名 不是 幾年 我跟你講 連續第11次各種調查 他是第一名的 全國的第一名 還是一樣跟副院長啊 那我要請問 林鎮哲的爸爸是誰 我是不認識啊 那朱立倫的爸爸 大家都聽過啊 為什麼 政治是家 如果台灣的政治是這樣的話 那以後都這樣 想看你老爸誰 你老母誰 你不認識 你第一名也是不要做 那我覺得是不好 你應該是說朱立倫的岳父嗎 沒有 他爸爸也是政界 幹過國大代表啦 這是天下的 天下 天下這個是調查 一般跟我們的選舉調查 其實落差蠻大的 所以他跟選舉結果 所以沒辦法反映年底的選情 他不是我們用打電話 或者街頭問 他問的其實有很多 有的沒的 所以他跟全國性的聲望 其實落差很大 我覺得這一點必須要講 並不是說那個朱立倫 他有調查就怎麼樣 他在全國的知名度上 絕對比第一名的高很多 就是說有時候 就問那個縣市的人 對 有時候排前面的人 很排前面的人 我覺得在外面的爭議很大 像新竹很明顯 你如果去上網去找找看 譬如說宅男 對上次那個 有那個不良少年砍人那些 反彈雖然很大的 但是都是在新竹事外 他用其他的方法 有時候地方政治的方法 人脈的做官黑 黏香 用很多方法 其實可以包得起來 所以有時候對那種 人口密度比較高的 人口數比較高的人 其實在天下雜誌裡面 很難反昇出他的滿意度 所以這一份 我覺得對於選格員 是完全兩碼的事 對於年底選舉 除了他們要連任以外 可能還有點機會 如果是 因為他是對當地選民做調查 所以對選舉來說 可能有原因 我覺得那個選民的調查 跟投票行為 我覺得這個差很大 有些人是 你做還可以啦 如果要投票的話 絕對不會投那個人 他的調查有這樣的一個 他的顯現的內容 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也寫說是滿意度的話 跟支持度就不一樣了 滿意度跟支持度不一樣 我們講的是支持度 如果要從 格員要從裡面去挑的話 我覺得就是說 我一開始是在強調的 你要選格員的原則是什麼 因為政務官 政務官嘛 如果你在用文官的話 家裡人都沒有 那如果你要從縣市長 或你有選舉經驗的人去挑 這些人都是可能候選人 你今天如果說議員就 就像先生 陽縣長 或者說大家到 陽秋星入閣 那可能才叫耳目一新 不然老實說 不管你用誰 大家也見怪不怪 那又要去配眼鏡 不容易了 所以你剛剛那個標題說 要耳目一新 我覺得 很難耳目一新 跟廣告詞不一樣 說好的讓你耳目一新 很困難的 但是如果說你完全用文官 我在詬病說 政務官用文官對出事 今天秘書長已經確定了 對不對 那如果秘書長是用來協調 部會這個功能的話 萬一他的想像裡面 還是常務次長升上來的話 我敢說今天內閣還是無效 不行 只有院長跟副院長 有選舉經驗 那如果說 都是有選舉經驗上來的話 看起來好像 馬總統也沒這個打算 國民黨也沒那麼多人 所以我還是覺得 不上不下真的是有點麻煩 像剛剛那個 胡老師他在講的說 有企業經驗的這些人上來 我覺得不太可能 這個時代 起也沒人要進來 學術界也沒人要進來 所以你的選擇就只有兩種 文官有意願的內生 那不然就是說 有選舉經驗的政治人物 就這兩種可以選了 對 那麻煩說 你告訴我們說 你的邏輯是什麼 不要因人設施 好 別擁有勇搞 好 別擁有勇搞 我們應該搁大 谢谢观看